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拍一條心靈雞湯系列的影片 眾所周知,我都是一個充滿正能量 經常都很開心、很樂觀的人 但我發現很多朋友可能生活太大壓力 或是有很多不願意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都很容易轉牛角之物 在這個不開心的死胡同很難走出來 所以我就想來一個樂觀學堂 第一課,趕走負能量 希望我自己的樂觀小秘訣可以幫助大家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我們就開始吧 如果你也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一起做個樂觀寶寶 在我的角度,樂觀是一個心態 開心是一個狀態 只要我們保持樂觀的心 就很容易經常都這麼開心 是不是好像在說廢話一樣 其實不難做到的 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三個要點 第一,就是要對自己有自信心 愛自己多一些 現在這個社會實在充斥著太多批評了 就算你再努力做得再好 多受歡迎,多多人喜歡也好 萬千寵愛在一身 像MIRROR和ERROR一樣 都會有不喜歡他們的人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必要 要取悠全世界全宇宙所有的人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 正正也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不完美 才可以富富得正 做到更多美好的事情出來 說批評的話容易 要挑剔別人的不足也不困難 每一件事都會有它可取之處 亦都會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學習怎樣放開自己 不要太在意別人的眼光 然後在批評當中找到適當的建議 提升自己 找到進步的空間是最重要的 每一個人都會有他的優點和缺點 有值得人欣賞或者需要進步的空間 從來都沒有人是十全十美 或者一文不值,一無是處 所以我們要多點發掘自己的優點 欣賞自己 如果發現不足的時候 不要自怨自癌 反而想想怎樣提升自己 做一個進步出來 做一個Better Me 這樣就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光芒 然後第二點 千萬不要經常跟別人比較 我們要接受 由一出生的刻開始 這個世界就是不公平的了 為什麼別人有我沒有呢? 為什麼他又高又瘦又白又漂亮 但是我又黑又肥又矮 眼袋又大 黑眼圈又改不了 沒有辦法的 這個真的解釋不到 唯有接受 但是在有限條件下 怎樣可以做到一個最好的自己 才是我們人生的課題 每一個人都有屬於他們的煩惱 有錢又有錢的煩惱 窮又窮的煩惱 美又美的煩惱 不美又不美的煩惱 千萬不要覺得 有錢又美一定是開心一點的 開心、滿足、樂觀 全部都不關這些外在條件事 是反而關於我們的心靈上 高身後積都一樣有人覺得空虛寂寞 多漂亮的人都會有他們不滿足的地方 所以人比人真是比死人的 每一個人都會羨慕其他人有些什麼 自己沒有些什麼 因為都是那句 沒有人是完美的 沒有人會有全部人都希望有的東西 就算你多有錢都好 總有一些是錢買不到的快樂 所以都是剛才那句 多點欣賞自己 不需要跟別人比較 要比就跟自己比較 你今天是否開心過昨天呢? 你現在是否比起之前的你自己有進步呢? 然後到第三點就是要活在當下 千萬不要被過去的自己卡住 也不要太擔心未來 現在這一刻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有個想法 如果當初我們不是這樣 現在就不會這樣 但是每個人都會知道 我們是不可能回到過去的 所以事情已經發生了 當初的這樣… 奧悔也是沒有用的 反而現在這一刻 怎樣解決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也很多朋友會擔心未來的事情 例如放榜那天 究竟我的成績如果很差 那怎麼辦? 但我們要想一下 其實放榜的成績已經定好了 只不過我們還未知道 所以我們擔心你也是沒有用的 或者那一刻我們的成績是很理想的 我們之前的擔心就是白費了 我們的不開心就是白費了 所以那一刻我覺得不只是擔心 我們可以想一下如果真的發生了 如果我們不想的這件事 我們應該會有什麼方案去解決 做一些實際的想法出來 反而好過你 純粹擔心純粹不開心 要不要被過去的自己卡住 也不要太擔心未來 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做好現在這一刻的自己 只要我們做的事情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問心無愧 不會後悔的話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我經常都會跟自己說 如果時光倒流十次 我的決定都是一樣的話 這件事其實都會一樣發生 我多懊悔都沒有用 我多後悔都沒有用 反而想一下 如何在這一刻做好自己 去解決這件事 令到我們的將來不會再後悔的話 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以上這三點都是我自己的生活態度 如何保持樂觀的心態 其實樂觀從來都不是一個理論 都是在於你自己去想 如何趕走自己的負能量 所以希望這些心靈雞湯系列的影片 可以幫到大家 給大家的小小的參考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和星期六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